現場來了好多的藝文圈好朋友 像是導演吳念珍 也是幽默來力挺 現場還公布了蔡英文 不曾曝光的舊照片 我要你吃一點點就好 你不吃太多了 我要你繼續 大口吃下這最懷念的滋味 蔡英文換上牛仔褲 一生休閒出席新書發表會 不變的是她一向低調的個性 這本書是被逼出來的 誠實的講 我沒有意思要出這本書 我意思都沒有 是我的幕僚逼我 他們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自己不講 別人幫你講更糟 就是這樣一點都不振志位 讓擔任主持的導演吳念珍 讀起小英這本自傳時 覺得有趣又羨慕 我每次想像到你剛念書 每次到國中或是高中的過程 大家也不得了 你老爸知道跟你說 我們要考慮和專業好嗎 我今天的表情真是喜喜如生 其實我最羨慕的部分是哪一部分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在倫敦政經學院練書的那個階段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被宿舍挖起來說 現在是在做防火 就是那個防火 聽起來是大家都在大廳裡面講很嚴肅的事情 但是另外也有八卦的一面 大家都知道誰跟誰在一起 自然啊 可別以為只有故事精彩 瞧這張好不容易曝光的照片 蔡英文豪邁地坐在車子的引擎蓋上 這照片被翻出來 看得出蔡英文很驚訝 我現在比較好奇 剛剛這張照片是 攝影者是誰 這應該是我爸吧 小英主席她喜歡看那個全能住宅改造房 我非常喜歡這節目 而且我一直覺得說 喜歡看這節目的人是有一種願景 眼看蔡英文很無言 好朋友馮光遠乾淨上台爆料 蔡英文也是綜藝節目咖 2012總統大選剩下不到80天 小英新書發表會沒有政治大咖站台 談笑光聲才是王道 三集的林文富 蘇一珍 台北 收看